文化群针对树木保护的部分先做总统说明 原则树保的规定是在建筑开发行为前都要检布施工区域内的树籍清测 要提送保护或移植保护计划 也就是说博德之前的开发过程当中 开发行为开发者有进行全基地的量测 那时候是有14颗的树木达到树保护树木标准 那它是依照规定有提送组保计划 那这个组保计划因为整个开发案的终止 那已经不再进行续审 那后续如果说这个开发案有另外一个开发者 那开发者还是必须进行全基地的重新量测 那因为树木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状态 那当然如果说它的量测结果有增加 或是有其他的数据上有变动的话 那当然是会以最新的数据 那提送组保计划 那我们组保会也会依照我们的权责 那进行这个组保计划的审查 那也算我们的终于 好谢谢 下面是不是环保局 主席也还有哥